蔡英文總統只剩下嘴巴上的抗中寶臺 卻忘了在她頭上 非的國慶表演的無人機 都是中國資金公司所製造的 而且難道現在元首的安全就不需要抗中寶臺了嗎 蔡總統難道也忘了她自己施打的高端疫苗 也是跟中資公司合作 難道戰略物資現在也不需要抗中寶臺了嗎 今天這個證件發表會 您講完以後還剩下五分鐘 是時間沒有抓準嗎 那陳中還像說差那麼多很訝異 那黃莎莎也說你是在看稿 念完就沒了還要你畫一本字典 證件發表會最重要的其實就是要闡述政策 這才是市民他們最期待的 所以就是把握證件發表會的機會 將我一定的相關對於市政破壞的藍圖願景 以及相關政策的細節 告訴市民向市民朋友報告 那這個部分其實就是把該說的說清楚 該表達的意見說明白 我想這個才是證件發表會的重點 也是我在意的事情 民進黨一直在批評矽谷經驗跟台北的連結度低 他們不了解細骨多元創新的精神 以及願意突破 勇於突破這樣的風氣 而這些正是台北市目前急需要的改變 所以我想這也正是我擅長的工作 台北市在過去這幾年相較於其他五都進步的腳步 還有相較於國際其他的城市進步的步伐幅度 其實我想市民都感受很深 所以我想要參選台北市長的人 也應該要正視這些問題 不管是商圈的沒落 人口流失的嚴重 都跟速度的緩慢等等 所以我想唯有正視問題 拿出解方 然後告訴市民要怎麼樣來解決 才符合市民的期待 一路夫人排下週就要出動了 那是跟三寶一起嗎 過去兩次立委選舉 我太太都有陪我在最後階段掃接敗票 或者是追垃圾車跑一些行程 所以有時候晚上回家也幫我準備一份宵夜 聽聽我一整天發生的事情 他一直是我非常好的心靈夥伴以及後勤之源 這一次因為剛好懷有身孕 懷有三寶 所以我想接下來在選舉最後階段 他一直也很關心我的選情 所以倒數幾天 下一個星期開始 他也會當我的分身 陪著我參與一些適合 而且他身體狀況允許的話 一些行程 所以我想一些受邀 我們兩個同時出取的活動 也會一起參與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